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评诺康尼哲词大学学院2共10个11到20 哲词小鸟720金表超720新穷铁道2.6新增宝箱全采集 评诺康尼哲词大学学院 赞礼品哲词小鸟王下一桶钟表解密金表 啥 我们现在直指大学上扁 这个传送锚点出来之后 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这里是一个宝箱 看一下看完之后 南方向地图下方朝这个方看 我们前方这个柱子的右侧有个鸟毛 过来就这个游泳池的角落拔一下 拿完这个鸟毛来 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我们左前方 这两个红色方块上面有个鸟毛 拔完之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左前方 比我们最近的这个发光方块 右边的地面上有个盒子 上面还有个鸟毛 这边拔一下 好拔完之后 按方向地图下方来 朝这个方看我们左前方 这个草地上面有一个旋转的气球 打一下 然后后边我们遇到 这个旋转会要打掉啊 打完之后 还东方向地图右边 我们左前方这个摊位 这里有个鸟毛 转一下 拔完之后 看方向地图下方 前方这里有个宝箱 看一下 看完这个宝箱还是南方向地图下方 我们右前方 这个广告牌后面有个旋转机球 这边打一下 打完这个旋转气球来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我们眼前这里还有一个旋转气球 打完这个旋转气球来 新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左前方这里还有一个旋转气球 这个打完之后 方向地图上发 我们左前方有两个旋转气球 这边打一下 打完之后还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还有一个旋转气球 这边是最后一个 打完之后 获得一个乔乔球气球 永不落幕 然后现在来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里是一个宝箱 看一下 看完之后 还是北方向地图上 海通牙上面看 空中有个气球 这个气球上面有个鸟毛 这边要从左侧这个楼梯上面打 才能打得到 走上这个楼梯啊 回头打开空中这个鸟 好打完之后 然方向地图下 我们右前方柱子后面有一个 这个粉色箭头上面有个鸟毛 右前方柱子后面 粉色箭头上面有个鸟毛转一下 然后现在来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这里又是一个宝箱 来开一下 开完之后呢 方向地图右下角 前方有一个举着手机拍照的NBC调查 然后这边给一个成就 口袋的气球 然后现在来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我们右前方这个门里面有一个宝箱 在这拐角这个地方 开完这个宝箱前来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个海报上面有个鸟毛转一下 转完之后来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我们前方这里有一个画板 画板这里还有一个鸟毛 然后来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我们右前方这个猫头鹰牌子 这里有一根鸟毛 抓完之后来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 我们左前方出门的第一个摊位 这边对话给一本书 甜品社社长好 这边问他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 往这边对话随便选 我们就能获得一本书 然后现在来西北方向地图 左上的这里有一个钟表修复 然后这边有我们只选第二个 好了这边对话只选第二个 就可以直接开它 就不用解明了 你如果选解明了的话你就退出来 然后再对话全选第二个就可以 拿完之后来西方向地图左边 以我们最近的这个摊位的后面有一个宝箱 看一下看完之后 南方向地图下方这个家宝 那这里跟他对话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 然后这边随便选也能拿到一本书 好了这边获得一个书籍 然后南方向地图下方前方这个水上 其实这里是一根鸟打一下 然后来西方向地图左边 我们前方最左侧这个摊位这里对话 这个是吹奏步部长 对话一下 好这边对话之后的一个成就 然后现在来打开地图 我们传送到地图左边的传送点 传送过去之后来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我们贴着左侧墙壁一直走 走到第一个门 在第一个门这里有着的发光点 调查一下 然后再调查 再调查调查 好的这边一直调查 就能拿到这个成就 以老式 然后现在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 我们左前方这里有个白色的人偶 人偶上面有个鸟毛 拽一下 然后现在来北方向地图小横 右前方这个蓝色的门这里进去 进门之后来到讲台上面 在这个讲台 这个花瓶这里有个鸟毛 转一下 转完之后 南方向地图小横 我们右前方这个墙角 这里有个宝箱 来开一下 开完之后 打开我们的耳朵 来到地图上方的传送宝典 船通过来 出使面向右前方这个楼梯 这边走上来 进入校长室 进来之后 我们出使面向左前方有个PPC 来跟他对话 好 这边获得一个这个卷PPC是上 一批上一批 大哥听三次课阿的后续 好的拿完这个PPC的成就之后 来北方降低左上方 来我们前方 这个校长办公桌的左后方 有一个宝箱 看一下 开这个宝箱之后 来东方向地图右边 前方这个球状的 这个叫什么东西 倾向银吗 上面有个鸟 把它好一下 好完之后来西方向地图左边 来跟这个代理校长对话 然后这里开启这个钟表把戏 好 这边解锁 然后就能获得一个认为 好的 这边我们跟着任务追踪 把这个任务给他做一下 好的 这边任务完成之后 能获得两个成就 这边咱们看一下 那这边是两个成就 第一个呢 是完成这个任务给的成就 又一个这个心理测量者 就是把这个皮诺康宁里面 所有的钟表把戏全部做完 获得的成就 好吧 这是两个成就 这任务里面只有一个 然后我们来打开地图 然后点右上角 返回来到这这大学上边 这个传统宝典出来之后 西北方向地图 左上 我们左前方这里 有个猫头鹰 在猫头鹰的头上 有个哪来转一下 再转一下 用力转 好的 这边所有的鸟都转完了 然后来跟猫头鹰对话 好的 那这里看一下 对话之后呢 获得这个所有的小鸟的奖励 一共20只 然后我们再跟他对话一下 这边是关于你的学生 这个选项 推测是要把 皮诺康宁所有地图的折子 小鸟全部找完之后 才会有 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对话选项 就证明 你皮诺康宁这个星球里面 有漏掉的折子 小鸟不是这张地图啊 是整个皮诺康宁这个星球 所有的地图 所有的折子箱 全部找完之后 才可能会有这个对话选项 好 这边对话之后 我们获得这个成就 然后现在来西方向地图 左边啊 我们前方有一个钟表 这边来修复啊 这边选什么无所谓 然后我们进来之后 直接退出 好了 这边退出来之后 直接就开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打开地图 我们来到这个直指大学 下面这个传送宝典 传送过来之后 出水面向直走 然后走到下楼梯位置 这边下楼梯 下楼梯之后 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角 朝这个方向走 在前方这个紫色牌子 后面有三个钟表 矮跟这三个钟表 对话好了 这边又能获得一个成就 还能获得一个梦境迷踪 好 那这边缘子大学的宝箱 就都找完了 好 那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